上帝的国度是整个马太福音的焦点 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同灵性的主题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主题 悔改啊得救啊恩典啊耶稣基督啊等等神乱人乱各个不同的主题 可是能够将所有的主题都统设在一起的那一个同灵性的主题 整本圣经的焦点也是整个宇宙的焦点 各位并不是你或者我如何得救 而是一个创造和救赎的国度 一个上帝的形象荣耀权柄如何充满权地 如何彰显在一切的受造物之上 那一个圣洁公义和慈爱的国度 就是约翰在这里宣告的天国 这个才是整个圣经的焦点 这个才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一个罪人就是一个脱鬼的人 一个脱鬼之人 与这个国度无分 得救的意思就是重新与这个国度有分 各位你注意到是因为这个国度如此的重要 被这位天上的君王统治 而不被其他的任何受造之物统治 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我个人的得救才如此重要 我个人的得救的意思是进入这个国 我个人得救的意思是从此被这位天国的君王统治 所以离开了上帝的国度去讨论个人的得救 就如同好像你在一家公司里面 你离开了市场离开了公司的目标 而去讨论一件商品的价值一样 你不能够离开一个人的目的 而去讨论一个人的得救 得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受造的目的的恢复 而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萧利问答第一问说 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那可是呢让我这样讲 我们都受到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影响 比如我们认为是先有国家 先有人民才有国家 我们认为是先有公民 然后才有他们当中的统治者 又比如说我们受到近代以来的一种哲学的影响 那就是是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 是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的目的 这是近代以来的最基本的一种 我想也是影响你们当中每一个人的观念 换言之这种哲学根本不承认 受造之物是有目的的 而且这个目的是由他的创造者所给定的 也就是说 各位没有一个人 是仅仅为着他自己而被造的 只有上帝自己 只有上帝是仅仅为了他自己而存在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给神下一个定义的话 上帝意味着什么呢 上帝就是 就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目的的那一位 他自己是他自己的目的 他自己是为他自己而存在的那一位 就是上帝 而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都是从他而出的 所以你不可能是你自己的目的 所以你不可能是为了你自己而存在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受到这种现代的不幸的文化的影响 我们自己认为我就是我自己的目的 我就是为我自己而存在的 那我们就等于是认为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上帝 换言之 你根本就是一个不幸的人 你是把神的定义 摆到了你自己的身上来 这是近代以来的整个现代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 对基督教信仰的抵挡 他否认了我们作为受造之物 我们需要一个王 我们的目的是那一位王所给定的 我们生命当中的自由和我们生命的价值 是在于单单的被这一位王所统治